人因梦想而伟大 一对25岁的年轻夫妻 开了小档口经营小本生意 他们夫妻俩有一句最有名 那就是凡事等到了完美了再开始 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 秉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信念 这对夫妻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 取了谐音把档口也叫做舒适圈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来推广 健康的舒适而努力 小百姓创业过程通常是艰辛刻苦 很难一帆风顺 面对挫折的时候如何走过呢 蛋饼 刮包及特制吐司 这些台式早餐出自这对年轻夫妇之手 25岁的温慈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去年嫁给同龄丈夫成为大马媳妇 如今小两口在吉隆坡一家茶餐室 经营素食档口为共同的梦想蓝图而打拼 我的梦想之一是亲子餐厅 但是我觉得梦想是没有办法一口气 就实现到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有小做起 然后文杂文杂 档口取名为舒适圈 除了要推广素食 背后还蕴藏着对自己的期许 我们算是90后 一直都活在自己很安逸的舒适圈里面 那我们希望跳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呢 去做一些年轻人可能不太敢接触 或者会抗拒的一些 就是小档口这种饮食行业 嗨你好老板 你好 Servis 你跟Servis Servis是三角形的 OK可以 光想到每一份素食 就可以减少一次杀生 或者减少一次他吃肉的机会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凭着满腔热血 逐渐突破自我 却无奈碰上疫情来搅局 因为我们只开了50天 突然面临了MCO 就有点又跌到谷底的感觉 但是为了要让自己振作起来 在家里接delivery 就是觉得一定会过去的 因为最差的我们都遇到了 以正向态度转念 现在素食档口重新步入正轨 以为夫妻俩增加信心 小两口还有一位满周岁的小孩 独特的月儿经 让他们在兼顾事业之余 也不缺席孩子的成长 我们都给他100%的爱 早上是奶奶跟姑姑给他爱 那下午就怕我们回去 会给他 小孩一定要顾好 宁愿穷三年也不要后悔一辈子 两人是生活上的伴侣 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披荆斩棘 期待丰盛果实收成的那一刻 麦大陈静雲 林彦均九部报导 欢迎点击贴文中的链接 收看完整版